请掀开金本 母后罗切瓦 长行第八句看起 众妙庄严因母后罗切瓦 得令一切众生 随意念生无边喜乐 清凉大死 这个住戒里头住得很简单 只有九个字 可是已经将他的义序说得很清楚 罗修悉音 故戒念戒戒 这就说得好 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尽策 这个修音多么重要 菩萨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修的善音 善音 从什么地方看见 从古报上来看 古树圣 那音一定好 古德 从名号里面看 你看他的名号 众妙庄严因 名号 名号里头 特别着重这个因子 那么我们想想 我们平常 待人介乌 我们的因身善不善 不能不留意 同样是一句话 如软慈悲的音声 令人生欢喜喜 粗暴的声音 令人生厌恶心 比如说 我们跟一个朋友 今天早晨第一次敬礼 我们会问他 你好吗 他听得很欢喜 板着面孔 你好吗 这不一样 人家感受完全不像 所以 好言如语 菩萨修什么 没有别的 就是生生世世 在一起 这个应酬当中 交集当中 就修这个 法门无量无边 众妙庄严因 菩萨了 这魔火切罗 王是菩萨的 特别教导 我们这个法门 特别 找这一类的更新 这一类更新 就是 不会说话 现在不会说话的人很多 我们遇到了 不要怪他 不要怪他 要宽宏大量 常常想到 世尊在无量寿经上 教导我们 这些人 其实 信是本善 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那就是经常所讲的 心人不知 不舍道德 无有余者 数物怪也 不要怪他 没有受过好的教训 所以乐到这样 这种地步 我们看到 要以慈悲心来给他 他语言粗暴 我们的语言 要柔软 让他慢慢的 去体会 慢慢的 会觉悟到 我们对人不好的态度 为什么别人对我们态度这么好 绝不能够 以报复 这种方式 那就错了 这个 古人跟我们讲的太多了 孕孕相报 没完没了 真正觉悟的人 以德报怨 以德报德 这是佛菩萨能做到 事出世间 大圣人 他才能做到 普通人做不到 佛与大菩萨 交给我们 我们只有一个心 真诚 清净 清净 平等 真觉 慈悲 这是 无上菩萨 我们只用这个心 除世代人救 不认 不认 顺经 意经 不认 善人 善人 永远 没有改变 不但没有改变 而且没有差 等 我们是平等的 心是平等的 但是在表现 可能有不平等 表现是什么 表现是属于全知 这个里头是由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 运用有一个最高的原则 必定令他 可恶 如果用破桌子骂人 他会可恶 那也是善巧方便 那也是真诚 清净 平等思维 所以在用的时候 那个花样就多了 这个就是方便 多门 这个就是生活艺术 可是心 决定是真诚 清净 善良 帮助他觉悟 觉悟 绝不识 一次两次 他就觉悟了 那是属于上根立枝 下下根人 有的时候 一千次 一万次 他还不觉悟 可是佛菩萨对他 绝不识气 这一生当中 不能学悟 还有来生 来生不能学悟 还有后世 佛事门中 不舍一人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佛是什么呢 是自信 是真语 是法身 并一切除 不生 不灭 不来 不去 众生 有感 佛就有印 众生 什么感 奇心 动念 严与造作 都是感 如果我们心念 也行 与信 得不相应 这个感应 就微弱 换一句话说 纵然造 极重罪业 佛菩萨 明明当中 还是保佑你 还是 祝福你 是因为 自己的 物业 不能 不能 接受 佛菩萨 的 祝福 是你一个 抗拒 如果你念头 神 心 行 神 非常 容易 接纳 祝福菩萨 善意的 印 你能够领受我 善与善 相感 相感应 我与我也相感应 什么人喜欢你 做我呢 妖魔鬼怪 喜欢你做我 看到你做我呢 因为你是他的同类 他欢迎 助长你做我 你又堕落到 阿比地狱 他开心 他在那里鼓掌 哎 下去了 把他偷下去 你行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真是祝福 看到欢喜 几落世界 法神大使们 欢迎你 凡是往生 净土 即使是 凡圣同居土 下下平往生的人 都是法神大使 也许你说 我说的话太勉强了 经文上找不到 确实经文上 没这个说法 意思有了 意思在哪里呢 九年四十八院里面 都讲过 十方世界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借使 借座 奥为悦至菩萨 奥为悦至菩萨 那不是法神大使 是什么呢 所以确实是法神大使 法神大使 欢迎你 所以自己 在一生当中 一定要知道 这个世间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行善是真的 所有念头 都是妄念 只有善念 念佛是第一善 我们念佛要会念 要把佛的善心 善运善行 落实在自己生活上 叫做真念 口念阿弥陀佛 心散乱 古人说的话 说寒破喉咙也枉然 念佛这两个字 你要看清楚 念什么意思 精心 现在的心 心里有佛 口里有佛 行为上有佛 心是佛心 口是佛义 身是佛心 就落实了 这叫做念佛 不是口头上念的 心里还打妄想 身口还造卧业 这个人不是念佛人 这个人念佛 念的再多 古人讲的没错 寒破喉咙也枉然 中国古人造的文字 这文字是个符号 智慧的符号 仔细看看这个符号 你就会看物 你就明了了 众妙装严严 我们要说 这个名号 简单的说 行善 严善 行善 无量寿经 佛教给我们修行的 总刚灵 总原则 三句话 善乎口业 不积他过 善乎深业 不舍略义 这个深 一定要守规矩 要给一切人做好榜样 不仅是给社会大众 要给我们眼前的人 眼前是你自己家的人 我们今天在这个团体 是我们团体 共同生活的人 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同参道友 我要给他们做好样子 学为人私 行为师范 是从最贴近 靠近身边的人 为他们做好样子 如果不是好样子 我们就得罪佛菩萨 得罪 所有一些大众 我给他做了个坏模样 他们天天在修佛 看到我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学的东西 都不能够落实 我们得罪佛菩萨 得罪 所有一切众生 自己造 无量无边的物业 自己并不知道 认为 我没做错事情 我没过失 这个不好的形象 就造成很重的故事 自己不能发现 佛菩萨 为什么能成就上善 就是在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都能避免过失 十善业道经 佛说的 不容 好分 一好一分 不善夹杂 你才能走到纯善 我们今天也求善业 但是 架杂不善的 太多太多了 让我们的善行 看不见 架杂的太多了 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在烦恼 在吸气 贪嗔痴慢 尤其是傲慢 你看看 李济 儒家教学 第二行 这是开端 头一句话就讲 傲不可掌 傲慢 今天就优越感 特殊阶级 样样都跟别人不一样 不能够随胜大众 觉得随胜大众呢 那我就低了一句 我跟他们大家一样 我总要特殊一点 这是大烦恼啊 这是随胜自己的烦恼 业随胜习气 不但 古德 你没有份 开悟都没有份 不但开悟没有份 你每一天学教 每一天天经 你说您听懂了 都没有份 你没听懂 通其量呢 你只记到这个经典的文字语言 所谓是胡伦腾枣 舍耳不化 你所能学得的 儒家所讲的 记问之语 你听着很多 记得很多 你也会说 说得天花乱坠 与你自己的心形 丝毫不相干 这样的修学 黎明南老句是常讲的 该怎么生死 还是怎么生死 无济于世 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 不能向上提升 唯有 纯善 儒家讲的 直与至善 自己能做到 然后才能帮助别人 得令一切众生 随意念 生无边喜乐 随意念 诸位想想 一丝毫勉强都没有 菩萨在此地 给我们实现 神教 三轮教诲 这个三轮事 深渝义 拼忠在身教 给大家做示范 陈旧 真是圆满的德行 众生 听到你的名号 生欢喜喜 见到你 生欢喜喜 想到你 生欢喜喜 古得 所以 清凉大师 这个住就住得好 虽然这九个字 往修喜 一生一世 修欢喜的音 就像弥勒菩萨一样 今天在新加坡 这个许哲居士 就是这种人 他给我们大家讲 他一生当中 从来没有说 怨恨过一个人 换一句话说 一生当中 真诚 平等地 爱护一切众生 许哲哲 许哲能做到 一生 真正落实了善心 善念善行 一生不生病 并从哪里来 并从悟念您的身体 一念头悟 心形悟 就感应疾病了 你心善 念善 行善 不病不生 这道理在此地 无需要保养 用什么来保养呢 用什么来进步呢 用善心善念善心 这是真正懂得 健康长寿之道 真正懂得 生活 除世待人 借无之道 你看那果报都出生 能令一切众生 听到他的名号 见到他 都能生欢喜喜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一段 这个